大家介绍基于Docker的监控工具 SEEGLE 也就是海鸥 海鸥可以监控你的Docker镜像和容器 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通过DockerOne直接运行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的服务器 然后DockerOne 可以看到10086端口已经打开 然后我要查找我服务器的IP地址 就是这个 然后在我的服务器上打开1086端口 好的 SEEGLE服务器已经运行起来了 现在SEEGLE已经完美地支持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还有英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container一面的截图 这是镜像一面 还有我们的配置一面 这是我们的Gear面面 好 我们马上进入container一面 看一下 这是现在我们所有 还有正在运行 还有停止运行的Docker景象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启动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停止 甚至把它抵立点 非常轻易地管理你的容器 SEEGLE的搜索功能也相当强大 例如我想搜索跟SEEGLE相关的信息 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或者是需要的信息 你看非常快吧 我们可以随便进入一个容器 然后看一下这个容器震的详细信息 然后我们进入Image页面 这里可以管理你的所有的镜像 当然你可以很轻易地把你不想要的镜像 直接删除掉 好的 已经删除了 这是许标的镜像 非常容易和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镜像页面和容器页面 都有个Json的标示 这是通过Docker Remote API 访问原生的Json信息 当然我装了一个Colm的插件 可以比较简洁的 可以看到这些Json的原数据 进入我们的配置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使用的Go版本 Docker版本 还有一些API版本 实际上在SQL的主页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正在使用的操作系统 内核版本 Go版本 还有我们使用的容器个数 还有镜像个数 欢迎大家进入SQL的GitHub页面 我们本着开放的态度 欢迎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